好羡慕高雄人 韓國瑜合體朱學恆 贈送24000份雞排 人潮擠得滿滿滿 心經唯蠢人強 這不是麻糟錯損 是高雄準市長韓國瑜講到了 市長你以後每次這樣子 怎麼出門尿尿呢 怎麼說 就大家都在擠啊 你要怎麼辦 我上次上廁所旁邊擠了幾十個 然後我料不出來 哎呦 這股韓流可真不是蓋的 不少粉絲卡好胃 不只要等著吃雞排 還要青年目睹心事炸 這個女朋友要照顧 要照顧嗎 要照顧 好 一起照顧 一起照顧 韓國瑜變行動人行力排 邊發雞排 邊拍照 超級接地氣 就連主辦人翟神朱學恆 也被這盛況嚇到了 還是跟韓濱一起辦活動好了 不會這個樣子啊 市長 市長為什麼不讓韓濱來 你來幹嘛 你導致我活動變得很難辦啊 雞排一塊一塊發 高雄林園居民好開心 但卻有阿嬤把握機會 下跪成情 快速接過陳情書 韓國瑜繼續發送雞排 不到十分鐘就發逛逛 其實雞排是高雄美食 高雄還有很多吉他的品質 未來我們每一年一定會 至少拜一組到兩場 高雄市才是市長 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 宅神朱學恆兌現承諾 自逃腰包之外還招人贊助 在高雄一百多間雞排店 發送免費雞排 總計送出兩萬四千份 每間店都一下子就被拿光 讓人好羨慕高雄人啊 韓國瑜還沒正式上任 就先帶動雞排夜 看來這股寒流旋風 已經為高雄帶來希望 高雄會更好 高雄會更好 地方中心 好想吃雞排 報導 好想吃雞排